在520前夕呢 民间司改会网络民调 就有调查发现 司法民怨的前三名 分别是法官不适任 还有检察官无法淘汰 以及啊打官司花的钱太多了 有学者就引述陆港一位判例 有两位当事人因为法官误判 从富豪变成平民 江国庆遭到枪决后13年 国防部遭到监委纠正 执意凶手可能不是他 陆港也有位失信地主 同样因为司法不公 在2000年举枪自尽 学者进一步追查 发现一切的问题 竟然是法官与书记官惹的祸 当年查封土地时没有到现场 导致红信买主与失信地主 残送20年 裁定书是法官写错了 写错什么 原告写被告 被告写原告 胜诉写败诉 败诉写胜诉 我写这个裁定书还是不得康告 虽然当年400万的土地 已经增值为一亿 但两位曾经叱咤风云的 大地主与大富豪 却为了一时意气之争 晚景凄凉 过去住花园豪宅的 实信地主 声闻分文 自尽 富甲一方的鸿信买主 沦落住货柜屋 而两人死后 官司还交棒 下一代还要继续打 把造孽殃殃及百姓 从2000年到2009年 司法院总共跟 民事裁判费用总共收了 712亿 只有10年之间而已 角落前却似乎还是不能保证 司法品质 这样的结果 对照520前夕 司改会网络民调 高达三成网友 最不满的是 不是任法官 检察官无法淘汰 值得法院解禁 还没有